皇帝内晶云 气血失和 百病乃变化而生 气血充盈 百病不生 中医理论认为 人体后天的一切生命活动的源泉全在于气血 气血通过经络 血脉与五脏六腑以及其他器官相连 循行全身 人体的五脏六腑 骨骼 乃至毛发皮肤都必须依赖气血的推动 没有气血就没有生命 反过来 五脏六腑通过功能活动又能将饮食中的水骨精微化生成气血 它们之间相互化生 相互影响 因此 一旦气血不正 势必会对五脏六腑产生不利影响 五脏六腑受到影响 功能就会衰弱